公元前13世纪中叶 在埃及为奴400年的西伯来人人口增长迅速 因其法老担忧 同时埃及占星术士城 看到了埃及上空出现灾星 灾星的出现寓意着在戈山之地的西伯来奴隶中 将诞生一名可以解救奴隶的救星 而且会威胁到法老对上下埃及的统治 于是法老派兵挨家挨户杀死强宝中的西伯来男婴 刚刚贝西亚还在许愿 请求埃及神赐给她一个儿子 贝西亚将男婴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摩西 意思是从水中拉出来的 她认为摩西是埃及神的恩赐 事如己出 公主的女仆认出了包裹男婴的西伯来 立位人的毛毯 并将毛毯藏匿怀中 因为之后出卖摩西的身份埋下了伏笔 时间转瞬即逝 摩西长大成人后屡见战功 深得法老喜欢 成为埃及王子 法老的继承人之一 但也因此被法老之子拉梅西斯 嫉妒 被奴役的西伯来人 在戈山为法老建造新城 奴隶时代的奴隶是不被当人的 他们日夜做着苦工 只要有口气就得干活 否则就得遭受监工的皮鞭 几百个西伯来奴隶 拉着沉重的巨石缓慢前行 摩西的生母约级别 在巨石底下抹油 以减少石头与地面之间的摩擦 她的衣带被巨石压住 无法脱身 如果巨石不停止前行 她很快就会被巨石压死 她的女儿向埃及监工求救 但监工不为所动 实际约书亚华夏所到 袭击监工 想一次制造事端 让队伍停下 队伍短暂停下后 继续前进 约级别让女儿找摩西王子求情 摩西王子就处约级别 但她并不知道 这个被大使伴住的 险些丧命的老父 是她的亲生母亲 摩西则知 工地的奴隶 天天被监工压榨 吃不饱 就下令开仓放粮 并让奴隶们工作六天 休息一天 奴隶们称休息日为摩西日 法老之子拉梅西斯诬告摩西 基于法老之位要造反 法老来到工地一探究竟 却亲眼目睹摩西 带领两千名奴隶 将纪念自己登上 法老之位的纪念碑 矗立在城堡之前 并雕刻了一尊 弱大无比的尸身人面相 完成了法老之子拉梅西斯 不能完成的工程 摩西深得法老欢心与信任 差点当场宣布 下任法老就是摩西了 摩西养母的女仆 向爱着摩西的公主 告发摩西 是西伯来人 身份比尘土还要低贱 但公主深爱着摩西 为了隐瞒摩西的身份 公主将女仆推下阳台 杀死了女仆 然而观察力敏锐的摩西 依旧发现了公主的神色慌张 以及地上的西伯来毛毯 在摩西的追问下 公主说出了摩西的身世 摩西的养母找到了摩西的亲生母亲 并让他们全家迅速离开戈山之地 养母不想失去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就在这时摩西也来了 知晓了自己的身世 也知道了当初 那个她从巨石下救下的老妇人 就是她的生母 而且还有一个哥哥亚伦 姐姐米利亚 摩西与奴隶打成一片 体验到西伯来人的生存之苦 奴隶的身份如同草芥 兼公想杀就杀 西伯来姑娘莉莉亚 是工地上的送水工 因为交好的外貌 被埃及兼公巴卡看中 巴卡准备内塔为妾 但莉莉亚早已有她的相爱 就是石匠约书亚 为了救下莉莉亚 约书亚闯进巴卡的家中 不幸被巴卡抓住 被吊起来惨遭毒打 摩西杀死了巴卡 解救了约书亚 约书亚疑惑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救一个西伯来奴隶 摩西说 我也是西伯来人 约书亚感慨 但这一幕刚好被躲在暗处的西伯来 汉奸大滩发现 大滩将摩西杀死巴卡 和他就是西伯来人的拯救者的秘密 出卖给法老之子拉梅西斯 拉梅西斯在众人面前 将摩西的身世告诉法老 并说他就是西伯来人传说的拯救者 法老不在乎摩西是奴隶之子 因为他爱摩西 他想从摩西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是否会背叛自己 是否会领导奴隶对抗自己 摩西说 要带领奴隶挣脱枷锁 靠一个凡夫俗子是办不到的 只有上帝能做到 不过 如果我能够解救他们的话 我会这样做的 摩西被打下天牢 然而神给摩西安排的是完整的救难计划 摩西没有被杀 他被流放荒野 走进舒尔旷野的摩西 失去了王室的权柄 被剥夺了一切称号和财富 摩西成了没有国家 没有希望的流浪者 狂热的风沙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身上 神不断驱使他向前前往一个看不见的国度 无边的寂寞吞没着他 呼号的风声在黑暗中回荡着 旷野的高热使他面临疯狂的边缘 他既不能诅咒也不能感谢 他深深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感受 他独自走在火热的炼狱里 在神的旨意下 圣徒和先知都在此得到净化 直到最后一丝体力消耗殆尽 他晕倒了 等他醒来 他发现自己在西奈半岛圣山脚下 前方一株结满果子的树出现在眼前 米甸祭司耶推罗的七个女儿在附近打水 此时几个亚玛丽流氓欲抢占水井 摩西用一根牧羊杖打跑了亚玛丽人 救下了祭司们的女儿 祭司将女儿西波拉许配给摩西 并生下了儿子格顺 格顺的意思是我在外邦做了几居者 摩西在米甸的时期生活平静安稳 一天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发现山上的羊群中有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摩西之前救过的人石匠约书亚 约书亚从商队听到摩西的下落后前来找寻 是为了让摩西带领大家走出埃及 约书亚责问摩西怎能在这里苟且投案 此时他们看到圣山西南山顶上出现了火光 摩西独自一人上山一探究竟 摩西见到了荆棘里的火焰 仿佛是神亲自显现 又有那红亮有力 却低沉内敛的声音告诉摩西 返回埃及 返回你的百姓那里 并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摩西回到了埃及 在皇宫里 新的法老夫妇正在接见八方来臣 摩西说 是以色列的神差我来 要我从你这里带走 被你们奴役了四百年的西伯来人 请放人吧 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断然拒绝 摩西让哥哥亚伦将手杖丢在地上 手杖变成了蛇 法老的祭司也不甘示弱 也变出了蛇 却被摩西变出的蛇吞噬 摩西继续将手杖插入埃及皇宫的水池 池水瞬间变成血水 上帝打击埃及的石灾开始了 切断食物链 降下了瘟疫 降下了黑暗的恐惧 降下了族群灭亡的危机 而石灾的最后一灾 是降临死亡天使 击杀埃及所有家庭的长子 包括法老的儿子 死亡天使带来了无比的悲痛和恐惧 上帝允许以色列人 在门上涂抹羊羔的血 以规避死亡天使 这也成为后来的逾越节 实在让法老屈服了 摩西带领着百姓 像一只老鹰背负着出生的小鹰 飞出埃及 所有的粮草自重 家勤家畜全部随行 因为队伍庞大 所以走得极其的缓慢 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法老拉梅西斯二世反悔了 他带领几万埃及精兵 追杀摩西 此时摩西带领族人 已经抵达红海边上 前面无路 后有追兵 西伯来人发生了内后 前一秒 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感恩戴德 下一秒 法老的军队追杀 他们又将罪过归到摩西 没有人的人生 经得起审视 没有人的灵魂 经得起质问 以大滩为首的人 准备交出摩西 以求获得法老的施舍 危急时刻 上帝再次行使神迹 将下火柱 堵截法老的军队 然后分开红海 等以色列人通过后 海水瞬间淹没了埃及追兵 摩西带领西伯来人 在圣山前驻足休息 摩西再次上山 请求神灵的指示 神灵将刻有十戒的石碑 交给摩西 一 不可叩拜别的神 二 不可雕刻偶像 三 不可妄称上帝之名 四 当守安息日为圣日 五 当孝敬父母 六 不可杀人 七 不可奸淫 八 不可偷盗 九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十 不可贪婪别人的妻子 房屋 田地 蒲笛 牛驴等其他东西 这将是希伯来人的律法约束 摩西上山不在世 打探了几句质疑话 就让很多人 对摩西的信任崩塌 你们真的觉得人 能在沙漠之地活几十天吗 你们真的觉得 他能带你们到 留着南与密的地方吗 接着 他又用金钱与肉体等狂乱的欢乐 铸造一个新的偶像金牛毒 让人们彻底忘记 当初他们出埃及是为了什么 有时候 人的愚昧 真的会让人觉得 他们不值得去拯救 神告诉摩西 山下的百姓又开始作恶了 快下去治理吧 摩西取了神的诫命 下山却看到了百姓的堕落 甚至自己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 也在铸造金牛偶像的队伍中 摩西既失望又悲伤 愤然举起手中的两块石戒石板 砸向了自甘堕落 并且不知悔改的人群 天崩地裂 上帝对他们发怒 并判决他们在旷野中漂泊40年 直到那一代人全部死去后 以色列人才能进入应许之地 220分钟的电影 至此就到了结尾 以色列民族的伟大领袖摩西 40岁前做埃及王子 40岁时开始逃亡 80岁时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 并在西奈山上领受了神的石戒 作为以色列人法里的根本 再过了40多年 百岁老人摩西 站在约旦河对岸的山顶 看着迦南地刻然尝试 那是神所应许 给以色列留着奶和蜜的地 他的继任者约书亚 最后把以色列十二支 带进来迦南地 后世的事实们 又花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 终于在最后一任事实 先知撒末尔的努力下 先后立了君王扫罗大卫 并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建成了以色列王国